日前在北京吸毒被捕的台湾艺人柯震东接连数日在某网络分享平台上向大家讲对不起外就一直没有更新过 在9月17日晚上8点左右 柯震东又在网上更新动向上载一张字画像并表示 看上去虽然有些斑驳但他还是在微笑 所以就用笑容迎接接下来未知的每一天吧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已经获得4万多个赞 而大多网友都纷纷留言表示要他努力加油 非常有爱 我肯定绝对不会让大哥还有娇姐让他们担心 因为就是我会好好我不会带外房主名 日前在北京吸毒被捕的台湾艺人柯震东 接连数日在某网络分享平台上向大家讲对不起外 就一直没有更新过 在9月17日晚上8点左右 柯震东又在网上更新动向上载一张字画像并表示 看上去虽然有些斑驳但他还是在微笑 所以就用笑容迎接接下来未知的每一天吧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已经获得4万多个赞 而大多网友都纷纷留言表示要他努力加油 非常有爱 我肯定绝对不会让大哥还有娇姐让他们担心 因为就是我会好好好 日前在北京吸毒被捕的台湾艺人柯震东 接连数日在某网络分享平台上向大家讲对不起外 就一直没有更新过 在9月17日晚上8点左右 柯震东又在网上更新动向上载一张字画像 并表示看上去虽然有些斑驳 但他还是在微笑 所以就用笑容迎接接下来未知的每一天吧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已经获得4万多个赞 而大多网友都纷纷留言表示要他努力加油 非常有爱 我肯定绝对不会让大哥还有娇姐让他们担心 因为就是我会好好 我不会带外房主任 日前在北京吸毒被捕的台湾艺人柯震东 接连数日在某网络分享平台上向大家讲对不起外 就一直没有更新过 在9月17日晚上8点左右 柯震东又在网上更新动向上载一张字画像 并表示看上去虽然有些斑驳 但他还是在微笑 所以就用笑容迎接接